福奇对于美国疫情从头到尾 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他是了如指掌的 而且福奇在美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他和特朗普总统也有分歧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那么因此特朗普非常担心 如果允许福奇去众议院去参加听证会 那么福奇在听证会上 所做的一些证词肯定会对他不利 福奇如果实事求是的 把整个美国抗击疫情的决策措施的实施 以及所存在的问题都如实地讲出来的话 那么众议院会以此来对特朗普总统采取一些措施的 因此白宫绝对不会允许福奇去除夕这样的一个听证会 那么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 为什么会对特朗普总统在抗疫疫情的表现不满 而且要召开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呢 我个人认为这恰恰是反映了美国众议院和白宫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 因为我们知道众议院是由民主党控制的 白宫是由共和党控制的 前一段时期众议院就推动过弹劾特朗普的议案 虽然没有通过现在疫情来了 那么众议院又想在疫情方面来找特朗普的麻烦 而特朗普总统本人呢 在处理疫情方面确实他也有失误的地方 这些漏洞的恰恰被众议院的民主党抓住 那么实际上更长远的目标是 主要远于今年年底 也就是11月份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这也是众议院召开这次听众会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这次听众会的也是众议院 西红柜 越来越 越来越